豬牙的成因 豬牙是一種牙齒疾病 由細菌引起的 其實口腔裡是有細菌的 其中有些細菌會附在牙面上 形成牙菌膜 當我們進食的時候 然後口腔裡的細菌 就會分解食物裡的糖分 製造酸素 這個時候 牙齒中的礦物質就會開始分解流失 令牙齒表面漸漸變得脆弱 不過進食之後 大約20至30分鐘 當酸素給口水中和 口水中的礦物質 就會回流入牙齒當中 補充流失了的礦物質 但是 如果飲食的次數太頻密 牙齒表面 未及時被口水的礦物質補充 而細菌又利用食物的糖分 繼續製造酸素 那礦物質就會繼續流失 豬牙就開始形成了 如果口腔衛生和飲食習慣沒有改善 那鑄牙過程就會繼續 牙齒底層會更脆弱 和形成細孔 而這些細孔更容易積聚細菌和食物 加快鑄牙速度 細孔會變成大孔 在鑄牙過程中 你未必會感覺到牙痛 有些人要鑄牙深入神經線 引起牙水發炎 生牙瘡 或者突然面腫的時候 才會覺得痛 這個時候 情況已經很嚴重了 未必可以用簡單的補牙方法去治療 可能需要接受牙水治療 或者剝牙的 所以定期檢查你的牙齒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蛛牙 就可以及早發現和治療 不過最重要的 都是靠你有效地護理你的牙齒 飲食習慣與蛛牙 有沒有想過每當我們進食的時候 我們的牙齒就有機會受到蛛牙的威脅呢? 為了減少蛛牙的機會 除了有效地清潔牙齒之外 三餐之間減少飲食的次數 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飲食的次數越少 細菌製造酸素的次數就會越少 這樣酸素侵食牙面的時間就越短 蛛牙的機會就越少了 可以嘗試以套餐形式 將想吃的零食留待正餐的時候一起進食 減少糖分對牙齒的威脅 例如午餐之後可以吃朱古力 晚餐之後可以吃雪糕 以套餐形式進食 比氣氛慢慢地吃 較為理想 至於飲含有糖分的飲品 例如咖啡、奶茶、檸檬等等 盡量不要長時間一口一口慢慢喝 最好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完成飲食 三餐正餐盡量吃飽 也可以減少進食零食的機會 如果在兩餐之間真的覺得肚餓 就可以吃一次茶點 所以為了你的牙齒健康 今後你會不會考慮 改變三餐之間飲食的方法呢?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飲食 和牙齒健康的關係 牙科醫生很樂意為你提供專業意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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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